大家好,我是乐乐,欢迎收看乐乐电影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高分纠组片 解除好友2,暗网 这是一部伪记录形式的恐怖片 全程都是视频聊天一面 男主在网吧打工时顺手拿走了一个失误招领处的电脑 回家后,多次试验竟然解开了电脑密码 因为密码和用户名是一样的 连上网络后,发现电脑上登录着别人的账号 可他没太在意,直接切换成自己账号 和女友视频通话 因为女友有听觉障碍,两人只能通过手语交流 男主为了更好地与他交流 研究了一个语音和手语的翻译软件 然而,这并没有讨得女友的欢心 因为女友觉得男主根本没有用心学手语 男主正想解释,网络却突然断了 再次连到网络时,男主的好友发来了视频群聊 他们是网友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兴趣爱好 通过对话得知,黑女和白女是一对百合 另一个女生是名亚裔 剩下的两个网友分别是直播男和技术男 六个人一起做游戏聊天 这个时候男主顺便看了看电脑 发现了一个被隐藏的视频文件 点开后,看到里面是各种家庭摄像头的录像 这时,一个账号发来消息 原来是电脑的主人来找电脑 电脑主人扬硬地让男主归还电脑 于是两人约定好了归还的时间地点 正当男主要瞎见时 看到了暗网 拼手点进去,发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平台 于是他共享了电脑屏幕 六个人一起研究这个暗网 直播男说这是一个黑暗的交易网站 无法让人追踪IP,非常神秘 这时,暗网有人发来消息 应该是找电脑主人的 因为男主登陆的暗网账号就是电脑主人的 对方说要买上次发布的货 和一副双倍价钱 男主听到有钱赚,开始套话 后来得知所谓的货就是钻孔术 给一个人的脑袋上打一个洞 这把六个人都吓到了 但是他们依然想将事情搞清楚 于是男主打开了隐藏的视频 发现了一个文件包 里面全是各种女孩被害的视频 最后一个视频是一个女孩正在睡觉 突然,从窗外进来了一个人 给女猜测最后一个女孩应该还没有被害 大家决定报警 但这时,男主的女友发来视频 男主赶紧断开与朋友的视频和女友聊天 和视频接通后,女友并没有出现 反而女主的摄友回来了 在男主和摄友聊天时 一个自带马赛克的黑衣人出现绑架了摄友 并告诉男主电脑是他的 他也知道男主和他的朋友想要报警 于是威胁男主,如果报警就杀了女友 并展示了自己可以盯控男主的仪器 甚至可以听到他说的话 一会儿,他会偷偷地跟着女友来男主家 一手交电脑,一手交人 从此两步相干 男主被迫和黑衣人达成协议 为了女友的安全,决定对朋友们说谎 男主进入群聊后,发现大家都打算报警 打猫说自己刚刚只是在做游戏测试 以上都是假的,大家不要相信 所有人听后都懵了 大家好奇地问男主视频是从哪里找的 男主开始吱吱呜呜,不知如何回答 网友们也对这是个游戏产生了怀疑 并且男主在网上搜索视频中的最后一个女孩 发现这个女孩是真的失踪了 可由于他在被人监控着,不敢说实话 只能一直强调这是个游戏 这时,女友进了地铁,信号断了 男主发现信号断了,才敢说出实情 因为没有信号,跟踪女友的黑衣人就不能监控他了 男主希望大家能帮他演戏 救出女友,大家也都同意了 但男主为确保女友的生命安全 决定把暗网里的钱全部转出来 借此威胁黑衣人 可是准钱的这个举动引起了暗网管理者的注意 黑衣人也顾不上给自己打马大克了 露出了真面目,出射钱不是他的 如果让暗网的人知道他丢了电脑 大家都得死,看过视频的人也都得死 两人开始合伙欺骗暗网的人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暗网的人还是怀疑了 男主正和朋友聊天时 一个没有头像的人强制进入了群僚 并给他们看了一个视频 视频是刚刚接到电话而离开群僚的亚姨妹子 从楼顶被人推的下去 在场的人被这一幕吓到了 亚姨妹子死后就临到了直播男 这一次暗网的人把直播男说过的话 通过剪辑把他伪造成了恐怖分子 还将设恐言论直接用电话形式播放给警察听 警察来调查时还播放了子弹上堂的声音 导致警察以为他要开枪 直接将其击毙 紧急着轮到了白女 此时黑女独自一人去接男主的女友 暗网的人在白女面前播放了黑女 和重病母亲的视频 让白女做出选择只能回一个 白女很崩溃无法做出选择 最后黑女被推下地铁 母亲被拔掉了氧气 白女看着两个最亲的人被杀非常难过 不然黑女人闯进了白女家 也将其杀死 看到这些后 男主担心女友的安危 赶忙去找他 技术男则下载电脑视频做证据 此时电脑屏幕又出现了视频 视频现场PS教训 将潜入最后一个女孩家中人的脸 换成了男主的 技术男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圈套 当初那个电脑就是故意放在那的 他们就是要利用拿电脑的人转移黑钱并背锅 技术男将此事告诉男主 但此刻 男主吸气女友安危没有听进去 之后 技术男也被人吊死 紧接着电脑出现了几行字 说自己畏罪自杀 所有女孩都是自己和朋友一起杀害的 另一边 男主发现暗网的人 勒进了自己的账号 并用自己发明的手语翻译软件 把女友骗到了一个地方并残忍杀害 男主看到女友残死后很是崩溃 但暗网并没有就此放过他 他被暗网的人投票被车撞死 男主死后所有画面都变成了一个监视器 从头到尾都在直播 原来这真的是一个局 当男主拿到那个电脑时 就注定 这是个悲剧 整部电影没有出现鬼神 甚至没有很血腥的画面 但是就是让人觉得 毛补总人 会让人怀疑 自己是不是也在被监控 现如今 智能网络已经盛透到了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假如网络被坏人掌控 所有人的隐私都将暴露 那将是一记多么恐怖的事啊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的学疑精索篇 录了以后 接着讲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